好 那我们继续呢 我们就要请教佳朗老师 我们来看整体中国 现在这个经济情势的状况 当然他有非常多的政策 希望可以撑起他的股市 然后进而去救他房市 然后整个把这个中国经济 给带起来嘛 但台商就很紧张说 那你政府没有钱 你到底是拿什么去救你的经济 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 这个感觉好像我也要被割韭菜的感觉 好 那于是呢 我们就赶紧请佳朗老师带我们看 到底现在中国这所谓的 这个好重好重的手 要来救市啊 这些政策救得起中国的一个经济吗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十月八日恢复教育之后 现在全世界问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这样的那个大力刺激 的那个激烈反弹 能不能持续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一次的金融刺激 能不能拉抬实体经济 我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 已经在衰退中 而不是什么正的百分之四 还是百分之三 都不是 已经是衰退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中国我们看到 他用非常多的力道在 这是原因之一 真正的实体经济其实是衰退 不是表面上那些数据水分太多了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一次的大力刺激 财政刺激 非常类似那个2008年金融海啸 以后 温家宝总理当时推的 四万亿财政刺激 那么结果呢 我们也观察到 在九月三十号的国庆晚宴上 习近平的旁边就做温家宝 而且应该是这样讲 江老师你来观察 你长期观察中国政坛 习近平已经很久不理 温家宝了 对对对对 突然间他们俩坐在一起 然后感觉好像相谈胜欢 然后还故意被拍下一张照片 而且他旁边的是李瑞环 然后习近平跟李瑞环没有在交谈 可是跟温家宝 有那个亲切的交谈 所以大家就直接联想说 温家宝当初也遇过 这样的一个金融很惨况 然后他怎么做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习近平 请益了温家宝 采用了温家宝的政策建议 才会推出一个 类似当年温家宝时期的财政刺激 江老师来告诉大家 当年温家宝怎么做有没有用 好那个等一下我会接着讲 好然后呢 我说现在他这个大力刺激的做法 先补充一下 在习近平的第二任 他还在打房 然后现在无预警的宣布 对房贷的制约解除 对那这个做法很像2002年12月的时候 那个极端封控 无预警解封 现在也是他过去两年都在打房 然后现在无预警解除打房 所以现在对打房的限制很多都解除了 对那这种做法很像 就是当年那个处理疫情的那个风控 那都是这种习近平在压力之下 无预警的政策的那个透明度 稳定性都不够的 就急转弯 对那么现在这样看 回顾一下历史 那么习近平在第二任的时候 他其实他有他现在我们认 有人在猜测 他是采用温家宝那个思路 对不对 那其实我说这一次 或者换一个方式讲 这一次的大力刺激 不是习近平的经济思路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在第二任的时候 推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供给侧改革 对 供给侧改革 就是去库存 对针对房地产 然后去产能 针对的是过度投资 跟产能过剩的钢铁业那些 对 然后去杠杆 就是针对金融业的债务危机 对 那坦白讲这样是对的 对 供给侧改革 那就叫做整个结构性的 让他健康点吗 就是收拾温家宝的 那个插屁股 他是认为温家宝当年的财政刺激 才造成这么多后遗症 他要来收拾 那他现在怎么又要跟温家宝 都在一起 对啊 所以我们在前后对照 他发很多精神 号称在处理温家宝时期的 财政刺激的后遗症 对 然后他那个理直气壮的 推出供给侧改革 是在造温家宝的反 然后现在把温家宝请出来 这样懂了 在前后对照 那这什么意思 我都有采用你的建议了 你后生是改革派的总理 对 如果有效果 功劳是习近平的 对 如果没有效果 是你 责任推给他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现在有点像毛泽东当年 这个三年灾害以后退居二线 让刘少奇 邓小平 陈云出来收拾残局 然后到最后 他再把权力拿回来 非常像当年 现在经济很糟糕 很像当年 然后现在就是把温家宝请出来 如果有效果 习近平 英明 对不对 如果没有效果 都是你 他那时候就QE 对不对 就放钱 当时的房地产市场 听好 确实有成长空间 因为还没搞他 那时候才刚开始 对 房地产市场就是财政刺激以后 很多资金跑进去 然后跑进去以后 你看上游有建筑材料 对不对 中间有营造 下面有那个房屋仲介 家电家具这样 所以房地产市场 是从那个温家宝 那个刺激之后 撑了中国经济十年 对 现在呢 现在房地产已经烂尾楼 一大堆烂尾工程 然后现在房地产市场 已经没有成长空间 当年有成长空间 还可以让你乱搞一通 没有关系 现在不行 时空背景不一样 对时空背景不一样 从一招今天可能不太有用 对当年房地产市场 还可以撑一下 对搞到过度 现在不行 然后第二个温家宝当年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还是属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在推接触政策 希望透过经济改变 中国的这个环境 现在不是 现在美国跟中国 是对抗的关系 要脱钩 要计数制约 对 然后外资在撤离 然后这个出口 就业制造业跟就业机会 都在收缩 中国实体经济 目前是陷入通货紧缩状态 然后你这些刺激 能够把实体经济拉起来吗 一个大问号 是 好 那么现在 这个三点结论 第一个 这样的金融行情会泡沫化 那什么时候呢 就是现在进来买的人 几乎等于就是接盘侠 因为在卖的都是高管 大老板 国营企业那些 都在卖 都在解套 然后一旦后面没有接盘侠了 就是该上车的都上车了 然后获利了结 卖压出来之后 行情会逆转 第二点实体经济能不能被拉起来 现在媒体上有一个叫中国见顶论 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动能已经见顶 这个说法是坦白讲是合理的推测 这个会像全世界会感受到第二大经济体 失落二十年 就像日本当年失落二十年 然后第三点的话 那么因为美中关系 现在不行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刚刚讲 政治上的话 他退居二线 然后有成功 他收缆功劳 没有成功 没有效果的话 责任推给温家宝等等 那你觉得割韭菜就是 我们会被割韭菜吗 如果现在进去的话 还是说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韭菜可以长长一点 坦白讲 泡沫会不会马上破 会持续一阵子 可是最后一定破 最后一定破 比如说有快的话 一个月内就会破掉 慢的话可能要到年底 或者明年第一季 是 因为这个是不可持续 基本上它是泡沫 OK 所以还是短期的刺激 那短期会看到一点效果 但长期来讲 可能不是他的 你看很多人在解套 很多人在卖 那包括外资银行的话 都还说可能还会 成长一阵子 对 这个在撑泡沫 这个叫撑泡沫 因为有人要下车 然后很多人就会 很多那个散户 就会跳进来 对不对 那个叫做 金融圈外围的人都进来 这个就是插协同理论 插协同就是跟金融市场 无关的人都在 都在谈股票 都在买股票的时候 那就是差不多见顶了 后面没有人 好 那所以我们听到 这江老师跟大家 整整体的一个分析 中国的一个状况 经济没有那么容易救 但是短期 因为这些刺激措施 这个往上涨 应该还是看得到